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军人也确实有叫任劫的 看来新华社是不准备公布这位军人任劫的资料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被抓的人也信任 但是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 无图无真相 网友就呼吁中共官方公布一下 聘质任劫和军人任劫的对比照片 不过大家现在可能要求太高了 因为按照网友们的人肉搜索能力 可能会找出其他的丑闻 新华社也不敢丢这个人 信这个眼 其实很多网友并不认为总参一姐的资料 全部都是真的 但是大家认为这位总参一姐 即使不是总参的军人 也与中共的军队有着亲丝万缕的联系 特别是北京的高官 大家从网上挖出了 中共体育娃娃兵的照片 北京军区的一些情况 这都跟任劫的描述一模一样 我反而觉得 如果按照新华社的描述来看 这一位总参一姐是中国最无聊的骗子 新华社说 军队和地方公安在这一位一姐家里 找到了一些假军服和假证件 这位总参一姐没有骗钱 也没有骗感情 娱乐广大网友两年多了 你说他无聊不 总参一姐生成自己有老公 所以没骗我们男同胞的感情 也没有网友投诉他骗钱 你说他是不是中国最无聊的骗子 这么好的骗子 你图什么呢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